亚洲股市 我覺得亞洲股市這樣講好了 亞洲股市現在都很接近高檔區域 非常接近 接近高檔 在這高檔區域 像馬股的話在1900點以上 1950點 正確數字我是算得下是1950點 這個吉隆坡指數 那麼以上就屬於高檔區域 像日本台北新加坡韓國 都接近也都在高檔區域 在這個附近 那麼但是他一下子一時之間 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過度要擔心的 為什麼 是因為美國這個財經的政策 我當初想找了一點 請大家說小心謹慎一點 事實上找了一點為什麼 是因為我當時認為美國的QE 會很快結束 結果沒有想到葉倫來一個分批的 每個月減少100億 他分成一年這樣就把它分 我認為當初是close就close了 講好的就三年兩年 他來個這樣分歧的 把人家越陷越深 很多人不知道厲害的 就會越陷越深 不管怎麼講 真正可怕的是將來生息 我當時算說這個QE結束 大概三個到五個月之內就會生息 就沒想到QE它delay了 它慢慢慢慢這樣的話 不過麻煩還是在後頭 所以我覺得現在QE應該會結束 就今年十月份 我猜想結束 那麼明年開始就會生息了 那生息以後 我覺得對這個投資市場 尤其很多投機的市場 包括很多房地產的投機 很多人在投機房市 你知道嗎 他們覺得說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了 那就很投機 我覺得都會嘗到苦頭 股市也一樣 尤其是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 你看漲這麼多了 都是資金太氾濫了 資金太多了 將來生息就是2015年以後 慢慢慢慢慢慢 怎麼上就怎麼下 這個原理絕對不會錯的 但是我這邊要補充一下 這個生息也許 他們來個慢慢的生息 很緩慢的 如果說很快的生息 房市股市就一下子collapse 它不是 它可能慢慢慢慢 一點點人家生 一點人生 可是大家不要掉以輕輕 我還是講同樣的 溫水煮青蛙 這個理論大家懂 因為青蛙在溫水裡面 不知不覺的 等到想跳出來 跳不出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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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